走開 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晚安 咱秘書長說了有政策嗎 大家聽了有趣嗎 我在後面聽 聽得很興奮 聽得很開心 怎麼說呢 我們這個法理論述 既出我們本好台灣人 未來公民的一條路 我當年年的時候 古中的時代 當時很愛讀書 看一些 這個 那個時代 中國流氓難民 有些反對 金融解救集團的人 那個自由主義者 三分鐘在批評 國民黨 在中國大陸的 觀點 來到台灣的時候 黑路目前不應該做的事情 我當時就對 中國民國體制 跟國民黨 和金融解救集團 所作所為 就已經 不太開心 這樣和他 開心就對了 不太完整 人家 自小孩 就經常聽說 建政中間 米二球 米二十九 風炸雞 來在風炸 滷水客的鐵球 我住在滷水客旁邊 有米瓜 丫那個高射炮 飛機 飛機在滷水客上 大家都在那裡看 米瓜跟我們相伯一樣 我眼睛說 我眼睛說 金的 我大家都在流傳 自然就聽了 一個人說 他在北極的時候 我日水客頭的 那個 沉河 炸到炸彈了 那都放什麼 很多爆米花 那都很燙的 米就爆開 白白米出來就爆開 爆米花 我不要說 我本機拿了 快點來拔 拔回來 拔回來 煮了 沉水下去煮了 因為米吃不夠 我那時候問 我有吃到嗎 他說 沒有 那時候你會不會洗 很注意 所以我自然就跟他說 古怪 我們自然就聽美國打台灣 為什麼煎好的時候 如果中國來沾台灣 我就覺得說 中國沾台灣 並不它的正動性 不想說 可能是沾四沾一開而已 我那邊就跟他說 他漸漸沒多久 他就要走 那時候都不走 我讀研究所 也都不走 我讀大學的時候 也不敢說 因為我看很多 東話的十字 那時候的東話 很多都是 什麼青年黨 民主社會黨 因為那時候 我讀講話 講話 學校 學校之後 都去社會教育館 社會教育館 還是圖書館 去看一些 那些 跟國民黨 反對國民黨的一些言論 的文章到十字 所以 當我進去大學的時候 我就 古轍加進國民黨 古轍加進國民黨 的原因 當不三十 就 職業學生 在幫我擦檔擦塞 我讀事情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跟我說 你還要注意 你不可以對他批評蔣經國 不可以對他批評蔣總統 不可以對他批評蔣總統 不可以批評國民黨 我說為什麼 我就 去參加那個 少星南街的 開會 只叫我就去 我不去 不去 我抱歉他一直照 我就去參加 三次 三次都在討論你 說你不要 鼓轍加進國民黨 還要批評 你要很小心 你不要一直害我 你要想看看 我曾經跟一個 我們的同心說 我說 我一時去到美國的時候 我那個學校 在美國特色第一 都種六十個 臺灣區的學生 各位你要想看看 六十個裡面五十個是 中國民黨在這裡 去美國特色 其中這十個人 我們臺灣 本土臺灣人 都在那裡 但是有五十個都是職業學生 說的 國民黨在那裡 都在那裡 國民黨的思想 所以我就變得很孤單 我去兩次 在美國我都很孤單 都免不了 跟那個職業學生起衝突 所以很鬱陣 很希望說有一天 很希望有一天 我們這個臺灣 可以脫胎換骨 所以我就回去堆遂 李定義先生 這位置我已經堆了四十二年 一直到兩年多前 我覺得他所用的人 沒有就是沒有GOT 沒有就是沒有欺負精神 沒有就是沒有靈力 我跟他說 他還插什麼 插這些有的不的事情 那些人 好像沒有辦法再做 為台灣做什麼事情了 所以我很希望 我就想 好啊 自我開始 自這次開始 我就會插 有的不的行為都會插 要來作產 所以 我在 十年前就開始 創修了 這如果在 兩年多前 我就決心要退休 要來精彩和創修 不管世事 我像剛才我在2000空間 年後 七月的時候 我一個隔壁 一個高雄 退休 他在經理學 研究經理學 留學英國 他還有一些車子 都拚命出來 至於做人 沒有要挨 我想 我來找看 有什麼 比較好看的車子 比較有意義的車子 看了一本 美國軍事佔領下的台灣 這本車就很好 我來拿回來看看 我說拿回來 不用錢 我來拿回來 還快寫我的名字 他都沒有寫名 可能看兩隻就看不下去 你知道 他通牌 說不懂 所以他看兩隻 可能看不到 這本沒辦法 等著 等著 我們看得到 一看得到 你的秩序 序言 我還說 很吸引人 我開始看 他看到車子 一般 這個就是對的 改革我四十幾年 三四十年來 新宗的遺憾 從十七八月開始 發育發育 中華民國 統治台灣的政黨成 一直到 我那時候已經 六 要提供 要提供 現在六十七 剛才兩年多前 剛才六十五 剛才三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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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到四十八年 十七到四十八年 十七到 十八年 一年來 心中的疑惑 我看法 我對 我們 林志森 博士 和何瑞 很欠陪 這兩個 我就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我沒辦法了 我想說 這個論述是對的 跟那個時候 喔 你那邊那邊 一直打電話 來啦 我們要創一個 台灣民 民主協會 我那時候就開始 沒辦法去參加 我說 你這個 林志森的東西 真是對的 那邊說明 自信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 剛開始想 我沒辦法參加那邊 沒辦法去那邊 沒辦法去那邊 那個誰啊 那個台南市長 那裡 中餐廳 一直打電話 你如果要來 年齡以來 你就幫忙這麼多 現在還要來 再問 澎白顯 蔡教授怎麼搞的 我們2008年 21號 1月15號的時候 李登輝生日那天跟他講 他說 我們要搞一個第三勢力 他不是很熱衷參加嗎 每次都開會 每次都發表意見 還寫很多東西給我們參加 為什麼突然現在不來了 不來了 因爲什麼 我發現他們是錯的 這邊是對的 可惜我都不認識他 他也不認識我 沒收吹 我想我就要退休 要來警察 官台 對或者錯 不管了 就來警察 我已經 已經導致 我們百販在那裡 買茶 靜齊化 雄化 那是平經濟比較重要 退休了以後呢 我8月15號退休嘛 8月17號自由使報 寫了一篇報的時候 有 中央人就在某某某某 叫做退休的時候 要去種田 哈哈哈哈哈哈 結果 過去幾天還有一個禮拜 七八天 我們中央人去找我 去中央人去找我 你知不知道有一個林志生這個人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我看過他的書啊 你看過什麼書 我說美國軍事佔領家的台灣 2007年暑假我看到這本書 他是2005年出版的 你覺得他有論理說 我說這書是對的啊 對的我就不夠了 哈哈哈哈 他說什麼 他是要跟你記名 你有方便嗎 怎麼也不方便 大家交一個朋友啊 跟他的意見 不然 不過我現在在做菜 我沒辦法幫忙換一個 整個不用何妨 我們在九月設立第一篇記名 記名喔 哇 這齁 我們林秘書長 這個消貌堂堂 很聰明啊 還有什麼 你看他的面相 他人很開闊的 心胸很開闊的 不會去嫁告小事 這個是成大事之人也 大家跟他拍手 我們在這裡不在說怪力亂神 所以不在說這個面相什麼看名不在 不過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碰到一個人的時候 可以做幾分判斷 特別是 教學教學 這班的小孩 什麼人有賤度 什麼人沒有賤度 你教半年就知道了 在大學教書 我到處見課 我是南中山大學 北到這個最北端的這個 這個這個 當然我沒有去過海洋大學 這個台北大學什麼 我都在家裡教一下 油門民主一樣 人家叫我去教什麼 我就去教什麼 所以 也是很多學生 然後 你教一個技巧 你就知道說 哪一個學生比較有前途 哪一個學生比較有potential 有潛力 有潛力 所以 看著秘書長和何瑞彥的時候 我們何顧問的時候 我說 原來這是我長期以來 想要去找的人才 以前我們看 他講的話 自製足跡 每個月都是很精彩 每個月都打到我的心坎裡 我們這次 我們來想看看 教學論是 我們如果有行動 台灣有賤度嗎 有 本土台灣人有賤度嗎 有 一定有 但是這個有 不是說 坐在這裡 我們坐在這裡開的 最高度的有 是要我們去行動的 每個個月都要去行動 這個行動有兩種的行動 就是說 你如果在家 你就是要讀書 要研究 什麼研究 問題取向的研究 每個人要有問題取向研究的精神 你抓到一個問題 你有興趣的 你有趣味的 不管是你說 對全部問題有趣味 垃圾怎麼處理的趣味 還是正常的趣味 還是說政策的問題的趣味 你都要把它化約成你自己的學問 一點點去累積 去看文中看看 找這方面的資料來看 累積你的知識 你的地域 你在累積的過程裡面 你累積你的地域 你會看到不同的 不一樣的路線的觀點 你去找出什麼方式 什麼方法 才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 像教育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用洗腦洗到這樣 讓國民黨這個教育 讓中國的政治文化的 這個這個 把我們藏在我們的腦海裡面 深入我們的潛意識裡面 我們要這樣一點點把它拔起來 不能夠讓這種 非常濃厚的政治文化 來把我們侵害 事實上說 中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雜草 沒有什麼好遺憾 要對你的腦海來拔掉 要怎麼拔掉 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把中國的文化 對我們的腦海裡面 對我們的心裡面 完全把它拆除 把它掛清淨出色 我們沒有辦法建設美麗的台灣 這個非常重要 只有教育我們就是 教頭痛 語言一樣 剛才秘書長說的 馬持商人 沒有罪 持馬商人 有罪 你看這款的 這款的文字 這樣可以 天山倒士 然後 法官就可以在判決室裡面 要自己拔得沒有罪 就說馬持商人 是馬的錯 不是你騎馬的人錯 如果你沒有來送紅包 尺馬商人 你就是有罪 知道嗎 這款的中文 是不合這個世界潮流的 色隆隆隆隆隆的文字 但是我們這次 收到這個教育的觀念 我們大家都說 哇 書法啦 齁 不管是正開還是草書 練成這樣 每天早上上去練 我在鑽得有的書法班 一些鐵醫院 校長老師 都在學書法班 寫到龍鳳梧 我都不屑一顧 浪費太多時間 太多精神在搞 那個沒有用的東西 你寫那個東西 會富國強兵嗎 你寫那個東西 會把你的腦海中 那個腐爛的中文 腐敗的中文文化 從你的心中 從你的腦中 腦海中把它去除嗎 不可能 所以光這個問題我們就很頭痛 這是政策面的 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怎樣 把這個法理論事理的東西 打措接 跟人們討論 融會貫通 變成你的學問 然後呢 你有一天站起來的時候 可以做充分的意思表達 很充分的意思表達 很充分的意思表達 像張 我們社會在這裡說這個話 用很淺顯的例子 用這個法理論事 是一個冷酷的軌道 不變的軌道 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軌道 這個軌道 破下去就是要達到你的目標 你如果沒有這個軌道 你民進黨的 什麼體制內改革 或是這個 台獨聯盟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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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 那 然後 你知道嗎 你看 那個 那 這 的 沒有 但你本來不敢說 國民黨負責 我也這麼好看 我當然是照相貼 拿政治現金 都違反規定 你每一個孝順人 能拿是每一個人的現金 政治現金是2萬塊 公司是30萬 你拿車位30萬就違法 車位2萬就違法 有法不 都沒有 這種規定就像 這種規定沒有執行的 垃圾放在赤紙樓裡面的垃圾一樣 但是法院可以因人而異來判是非對錯 所以你看這種制度我們當然要反對掉 沒有軌道 不守法 沒有是非對錯的標準 常常說這個很好 我們法理論述是一個軌道 我們要前進的軌道 不管他怕掉的 還是怕這樣寫 最好我們是 寫對一個目標來 絕對也能達成這個目標 我們如果沒有這個軌道 你這樣沒 沒東西出來 所以 重點就說 大家要去研究法理論述 不是三天兩天 是一點一滴的累積 師兄來這個地方 來再聽一個演講 聽我們秘書長的論述 像何瑞的論述 我們只能累積出來一些東西 這不是累積出來 你就放在心肝頭 總統說 總統要淡淡 說有一天真正的 法理論述是成功的 要來創成 算 算 算 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要什麼 要去行動 積極的行動 把你的醫師表達的能力 去積極的行動 去影響力在生活變的人 我們這幾天 有一個主要的 對未來的 今年裡面的願望 就是我們希望今年 真的可以分年 跟四千名 這麼多人 就是我們的種子的這個會員 季節有四千名 這是很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次開始 我們民政有一個法理建國的說明會 要去尋處基層 每一個行政都在說 每一個傳理都有人可以去說 所以各位回去 擔負很重大的責任 到每一個角落去 你回到你的家裡去 你的家就是那個角落 你就影響你附近的人 一定要跟你的長官 州長 郡長 聯絡 如果師兄不三次 就是來找一些人來聚會 來研究這個法理論述 那盡量去表達你的心得 把你所瞭解的 所聽到的 大家互相傳遞 或是如果 如果可以接到五十六十的人以上 還是一百兩百的人以上 那麼 我們州政府 我們部長就會來辦一個演講會 我們今天開會決定說 希望每一個州 每一個禮拜 辦一次大型的一兩百人的演講會 平常就是一個小型機會 比如說 每一個人回到家裡去每一個人年到家裡時 你家民到家裡找三個五個 三個五個 不三次就在聯繫 聯誼 還是跟你的論述 說出來就讓大家聽 然後再跟面上 郡長 州長說 我們這裡有幾個人 請你來講一下 然後再來一個月 還是一個禮拜 再去打一個 一次 一百個以上的演講會 我們這裡有派出港車 我們中央派出港車 來支援這款的演講活動 我們希望這樣 加了很多人 我們要從基杉做起 從基層做起 這就是要什麼 要各位對法律的論述 有窮問的了解 同時要去結成 為了那個目標 為了我們的目標 那個目標不是說 我們要做大館 還是要賺大錢 不是這樣 我們這個目標是說 要把台灣對 中國文化的靈略裡面 解救出來 要解救台灣 要解救本土台灣人 各位 二百十年 我上次講話說 在八天裡面 台二萬八千人是有案可及的 十二萬六千人是無案可及的 你不會覺得很悲憤的 各位 你不會覺得很慘慘嗎 我們當時是無窮無泡的 寸手空漲 寸鐵 這就是 守護寸鐵就對了 寸手空泉 人是有窮有泡的 路 基隆海泛一直在臺 臺在屏東這樣 看到人的台 看到人的開窮 我如果要說 我一樓對嫁人坐飛車回來 三圍切一身 三圍切一身 三圍切 看來說 巨子發生人在嫁人做生意 說 負責就怎麼看回來了 我那邊很保守 怕死 要不要我 我一定不會看 當然我媽媽會看寶寺的 我那邊說 看回來了鎮腳 一樓都穿誰呢 那人喔 在車裡看 有人開窮打的都死了 一樓打的死了 為什麼 他用達姆蛋 達姆蛋打在頭腦的時候 打在頭腦的時候 頭腦開花 打在頭腦的時候 肚子開花 不會玩耶 你如果不是達姆蛋打穿過 你還有救 是不是 打在那裡的時候 把他子彈拿起來 裡面如果有傷害的時候 把他治療一下就好 因為達姆蛋不會死 那是什麼 國際威力是不能用的耶 中華民國用這個動作來對付台灣人 還號稱說 台灣人都是我的中國的同胞耶 都是同胞耶 跟我們說 他是他的同胞耶 但是就跟人家說的 說什麼 各位去看那個 黃沐昌那邊看 台灣史改要說什麼 台灣人肯定不是中國人 改殺改殺一個台 一樓一個台 大概十幾萬人 我不是說 姆湯姐一文寫誰說 日本現在台灣 也在台 51年也在台 反抗他統治的 51年裡面只有殺2萬8千多 國民黨在那個七八天裡面 有岸可計的就2萬8千多 究竟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很多人說 我都說 我們是中華民國人 我們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 又也是中國人 這兩個矛盾 這兩個 違反倫常 可以說 中華人說我們的 宿典旺族 我們不記得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就是變無所漢化的 也很多人高山主委 也不記得我們是高山主委 可能漢化 因為教育的關係 講了中國話 講了漢語 講了北京話 他就是中國人 自以為是中國人 比中國人更中國人 你看這次台灣的現象 奇特的現象 比中國人更中國人 當北京的官員到台灣來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官員把國旗藏起來 那當時我們就看到民進黨的 一些政治人物 還是黨外的政治人物 拿國旗在那裡 拿中華民國國旗在那裡贏 比中國人還中國人 你看這不是矛盾 有時候在看 令人痛心 任賊作戶 也不過是如此 這個才是台灣人的悲哀 這個才是台灣人的悲哀 接下來是台灣人的悲哀 我們台灣民政府負有重大責任 我們要把這個台灣人的悲哀 從歷史的這個毁業裡面把它消除 我們要把它消除台灣人的悲哀 不是坐在這邊談 而是要起而行 不是坐而言 而是要起而行 我突然想說 我是行動派 我這幾十年實在是很行動派 我說到各種做的 不用百萬一百 一百我就要做了 說如果百萬一六十跟他做 有時候百萬一五十我就做了 很多人做都沒有了錢 為什麼 沒有決心 我如果說不是學的的時候 總得了 了錢也得了 好 寧可損失少一點 不能損失到最後你的本錢都去 都掉光了 如果說百萬一六十有贏的機會 就錢我就要買 你知道嗎 就錢我就要買 有六成的把握就幹了 這個情形 台灣法理論是 台灣民政府法理論是百萬一百 百萬一百 怎麼不可以 怎麼不用心 沒有那個膽子說 好 我投身於此 所以各位同心 從今來開始 我希望各位 真的 百萬一百 把你的精神 把你的鐵力 用在台灣的自治 建國這條路 絕對沒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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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it